这座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如今因为一种茶叶和一种芹菜 又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安徽同城又和这两种农产品有多深的渊源呢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走在安徽同城的老街上 茶香四溢 进入市场里水勤新鲜 现在已经有不少同城人 靠这两种特色农产品改善了生活 同城的特色农业 的确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改变 您要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就一起走进今天的农广天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心农业发展 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 我们从农田到餐桌市这组 这次来到的是安徽省的同城市 它位于安徽省的西南部 安庆市的北部 是安庆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这里地是西北高、东南低、山地、丘陵、平原 城阶梯分布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同城的历史文化厚重 城内随处可以看到一些古代的建筑 古往今来见证着这座历史古城的辉煌 科学重养 放心吃喝 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农田到餐桌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文都美誉的城市 铜城 这里在清朝的时候 诞生过一个当时文坛上很重要的散文流派 铜城派 铜城派里名人众多 著作丰富 我们所熟知的芳包姚奈就位列其中 铜城不仅人文汇萃 其中的一些建筑也很有历史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当地一条很古老的街道 孔城老街 距今已经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后来经过不断的翻修 才保留到了今天 在以前 这儿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集散地 人来人往非常繁荣 很多物资都是从这里开始交易流通 走向其他地方的 孔城古镇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镇 距今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孔城老街就坐落其中 据专家考证 孔城古镇是孔子的后人 在汉朝末年开始兴建的 故命名为孔城 为了了解得更加清楚 我们联系到了 铜城市文学联合会的吴春复 他对铜城文化很了解 对孔城老街更是有一种浓浓的情意 在他的引导下 我们了解到了孔城老街的另外一面 这个三国史 这个一个五国一个大将叫宇门 在孔城藤丁著城 从那时候送去 孔城老街已经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死亡 从这个圣波的时候 孔城老街是个善业准 非常繁华 就像那个清明山河头一样 听着吴老师的讲述 走在老街里 仿佛能够感受到这里 当年热闹的氛围 街道两旁的房屋 都担当着各自的角色 茶楼 酒坊 钱庄等等 应有尽有 老街的旁边 环绕着一条孔城河 通过这条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 外面的农夫产品 来到孔城老街进行贸易 走进千家万户 在刚进老街的地方 有一个茶馆 是当地人非常爱去的一个 休闲放松的场所 同城人喜欢慢节奏的生活 茶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温暖的午后 品茶聊天 是当地人最喜欢不过的了 听吴老师说 在同城喝到的茶 大部分是当地产的一种茶 同城小花茶 吴老师带着我们 来到茶馆品茶 切身感受一下这里的生活 我们这一般人都喜欢喝小花茶 这个小花茶 你看这个 初年碎成秋水 味如南花 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这个农民山 这个茶入眼 有很多的野南花草 那个南花的香味 深入到这个茶入眼 所以这个茶叶就有了南花的香味 就主要南花的香味 清香的茶汤回甘鲜醇 散发的香气嫩香高长 经过泡制的茶叶片舒展 犹如花朵初放 泡在杯中 似脆骨清晰 并带有兰花香气 故有同城小花茶的美誉 同城人爱喝小花茶 喝的是一种悠然自得 一种家乡的情思 想要了解同城人的生活 一杯同城小花茶 是个不错的选择 带着满满的茶香 我们告别了吴老师 决定去同城小花茶的种植基地 看一看 阳头村的同城小花茶就很不错 联系了专家 我们就马上启程了 由于是通往比较偏远的地方 行驶在前往阳头村的路上 沟壑相连 道路比较狭窄 经过一段时间行驶 我们终于来到了茶山上 放眼望去 一片片的茶园与大山 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很是壮观 这一路非常不好走 基本都是盘山路 我们一直都在爬山 现在终于来到了茶山上 其实这儿的海拔并不高 大约700米左右 但是因为同城最近几天都在下雨 所以温度并不高 还刮着风有点冷 在我旁边的这位是 同城市茶叶办的高级农艺师 徐尚德 徐老师你好 你好 我这一路走来 发现很多人都在采茶 是 现在已经到了开采的季节了 对 正常地方我们同城这一块 在3月2几号就开始采茶了 你看他们都在采了 对 要采到什么时候呢 一般情况下在5月10号左右吧 差不多50天 大概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五天左右 我看这片茶园还是挺大的 看起来特别壮观 这片茶园是上个世纪70年代开采 在我们同城市最大一片茶园的 最大的一片 对 我一路走过来 发现这些茶园都很小 都是分散的 对 像我们那边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 分布在林间 对 这个就算是最大的了 对 最大的了 咱们去看看吧 我们到茶园看看 好 走在这里的茶山上 放眼望去 连绵不绝的大山 此起彼伏 茶树则顺势而种 现在正是采春茶的阶段 山间满是采茶人 这里的茶树并不是很高 而且外形也不是很整齐 但听徐尚德说 这里种植的茶树品种 是经过认真挑选的 非常适合做铜城小花茶 并且这片茶园 已经通过了无公害认证 属于无公害农产品 铜城我们现在总的练习 有五万亩 其中呢 这个过出了老品种茶园 有一万来亩 其他的四万亩 就是无性性两种 只有无性性两种 这要是同一个品种 那一片茶园 发芽去一致的 所以便于采车 像我们这个就是无性性两种 叫山坡绿 这个品种呢 你看大家都看 发芽器基本上越发越发了 所以它比较稳定 比较熟悉 而且它这个叶片呢 容级度比较高 内含无丰富 这这种茶叶呢 它是干茶的色彩非常漂亮 而且香气也很好 徐尚德告诉我们 铜城小花茶的种植海拔 是在250米到1000米之间 500米以上对茶树的种植 很有好处 能够提升茶叶的品质 这里湿度高 昼夜温差大 非常有利于茶叶内部 干物质的积累 并且这里云雾比较多 太阳光不是直接照射到茶树上 而是慢散射 太阳的慢色观多 空气湿度大 所以这样慢色观多了以后 有利于茶叶中氨基酸的积累 和合成 合成和积累 这样我们这个茶叶 那个做出来的茶叶 喝起来口感比较新爽 更好喝了 更好喝 再加上这个空气湿度大 它这个茶叶的新爽的 吃了一个好 内含无丰富 所以喝起来就很 感觉到一种厚重的感觉 除此之外 茶叶种植区的土壤 也是很重要的 听学上德说 茶区多为沙土和沙壤土 PH值在5到6.5之间 很适合茶树的种植 土壤里面的有机质含量很高 能够提升茶叶本身的品质 茶叶的香气口感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茶树的生长环境 茶树的品种 以及成品茶的加工工艺 除此之外 肥料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这里 化肥是严禁试用的 更多的是试入一种农家肥 我们同城人种茶 西瓜十分饼肥 菜籽点 这个同城这个牛菜籽的种植面积 每年五年在15万某左右 它完全能够满足我们这个茶围所需要的饼肥 这个饼肥 它是非常好的有机质肥料 它的氨基酸含量高 而且种类多 像有些氨基酸它本身就有香味 比如像饼胺酸 像这个骨胺酸 还有鸡胺酸 它有花香 还有像这个饼饼胺酸 它有玫瑰香 所以这种这个饼肥 炖出来的这个茶叶 它香气更加高酸 炸完菜籽油的废料废渣 是一种很好的农家肥 里面含有大量氨基酸 能够为茶树吸收利用 增加茶叶本身的香气 泡出来的茶口感更加醇厚 有历史记载的饼肥小花 这个茶叶的产场历史 已经有五百多年了 过初我们主要是采 一样二叶 这个这样大小的小花茶 因为它看上去像一朵花 好看是吧 看上去像一朵花 而且它这个成茶 泡出来以后 香气更高 用兰花线 所以我们饼肥小花茶 这叫饼肥小茶叶 后来叫名字 叫饼肥小花 这样好多一叶 这是一个 后来我们为了适应消费市场的需求 我们也菜更小一点的 就一亚一叶的 一亚一叶 一亚一叶的 因为市场有人 这样制出来的茶叶非常漂亮 一亚一叶的更好 更好 更漂亮 干了 所以我们后来也采一亚一叶 这样制成的通通小花 但是整地还是以一亚二叶为主的 这菜叶方式 还是一亚二叶为主 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 要经过杀青 揉碾 锂调 成型 最后 烘干成成品茶 上市销售之前 要经过当地制检部门的抽检 检测里面的农药残留 重金属等 是否超标 一切合格 一切合格后才能流通到市场进行销售 了解完了铜城小花茶 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位于铜城市西北部的陈庄村 听说那个村子种植着当地一种很有特色的水生植物 铜城水芹 我们联系到了铜城市农委的农艺师胡慧 请他带着记者去一探究竟 四月份正是水芹菜大量收割的时候 刚来到种植基地 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在田地里忙着收割水芹菜 在旁边的棚子里面 对刚刚收割上来的水芹菜进行简单的清洗挑选 由于我们的记者是第一次见到水芹菜 为了让我们看清楚 胡慧特意拔了一颗 你看西海 它这有30公分 它的根系就有10公分了 这根系就算长的了是吗 对 你看我们一般收割的时候 从这个结开始 就把它割掉 我们要留一个结 留一个结做主苗 好我们从这 开始拔 那你闻闻 闻闻这个味道是吧 你闻闻香不香 我闻一下 我现在搓一下 这个特别香啊 这个味道很浓郁 香吧 对很香 这是我们同城水芹特有的气味 独特的气味 独特的香味 对对对 我们单地老百姓喜欢用它来生炒 炒过以后 清脆可口 香气更加的浓郁 炒完了就更好吃了 对回味干铁 水芹菜属于散型科 水芹菜树 是多年水生素根草本植物 又叫水莹 刀芹 它主要分布在我国中部和南部地区 与北方的汉芹菜不一样 水芹长期生长在水里 并且种植密度很大 亩产能够达到两万斤 是一种生长速度快 产量大 效益高的水生蔬菜 现在已经成熟了 开始收割了 大姐已经在收割了 这个每年是什么时候开始收割呢 每年是三月份左右 三月份 一直要收割到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是第二茶了 我们一般是三至八月份的时候呢 可以收割几茶 然后我们到十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又可以收割一茶 一年可以收割好几茶 对 可以收割五至六茶 就是像韭菜一样 收割一茶 它还会继续再长 对 是的 就这样的 这个南方的水芹菜和北方的芹菜 还是有差别的 长得要小一点 它长得是很小 北方的芹菜是粗段的 要大一点 粗一点 对 大姐您好 你好 这边是第四年的吗 是我们的合作社的 合作社的 大概有多少亩呀 大概我们大概有156亩 156亩 每天是什么时候过来收割呢 每天我们早上到这边来 就是六点八买 七点九亩过来 收割一上午吗 是上午大概 是一上午大概割到四百多斤 一上午可以一个人割四百多斤 那还不少呢 行那您先忙着 好 谢谢 原来水芹菜一年内能收割五到六茶 等十月份收割完最后一茶水芹后 就要全部连根拔起 等第二年再进行种苗移植 继续生长 在当地 他们采用的是农户加合作社的方式 进行种植水芹 合作社进行收购 将社员们种植的水芹买回来 再统一销售出去 保证了社员们的收入 并且这里的水芹菜通过了绿色认证 属于绿色食品 要说这个种植水芹啊 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这边这个芹菜田呢 以前呢 它是野芹菜 经过这个人们的发现以后呢 经过松化 它就形成了现在的铜城水芹 就叫铜城水芹了 对 它最近有三百多年的灾培历史 三百多年 对 有三百多年了 在我们这个铜城县制中啊 这个康熙十二年和这个光绪七年 都有详细的这个记载 那咱们国家这个水芹 一共有多少种呢 大概 我国这个水芹啊 有一百四十六种 一百四十六种 其中我们这个铜城水芹啊 就在占有这个一席之地 是因为它的品质比较好 对 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份 这个品种资源 品质好 水芹菜是水生植物 需要长期生长在水里 因此 对于水的要求也很高 听胡惠说 这里的种植用水 是从龙民山上 引下来的山泉水 那里的水质很好 非常适合水芹菜的种植 这龙民山的山泉水呢 最有利于我们 这个芹菜的生产 它的 因为冬暖夏凉 矿物质含量高 溶氧量也高 它这个溶氧量高呢 就有利于这个 芹菜的根部的呼吸 芹菜根部这个发达了 更有利于我们这个芹菜的伸展 这个芹菜长得就更赚 我们这个芹菜的品质就会更好 养分也积累的好 对对对 根系发达 对对对 水质好了 还远远不够 在我们参观水芹田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现象 胡惠告诉我们 这对水芹菜的品质安全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刚才看前面有一个进水口 这儿有一个出水口 这个水是一直在流动的 对对这个水呢 是蝉连流动的 因为我们这个芹菜田呢 要保持一定的温度 可以让我们这个芹菜田呢 保持在5到30度之间 到了冬天呢 这个水温呢 又保持在5度以上 就防止这个水芹田啊 这个结冰 把这个水芹菜冻坏 这样呢 就保证这个水芹菜的品质 让这个水芹菜长得更好 对对 这个水芹菜在 残疾保持在5到30度之间呢 可以这个降低这个病情态的发生 提高我们这个整体水芹菜的品质 这样还少生病 对对对 在铜城南部 有着很多的河流湖泊 构成了流动水的条件 因此 当地水芹的种植 主要集中在南部 流动的水 一年四季给水芹菜 提供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 冬暖夏凉 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 从而达到了 少用药 不用药的目的 提升了内在品质的同时 也保证了安全 听胡惠说 眼前的这大片水芹菜田 并不都是一样的 水芹田分为新水芹田和老水芹田 不一样的水芹田 施肥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新水芹田是指刚刚栽种水芹的田地 它需要施入一定量的爪叶爪渣 当作积肥 积肥来自于规划好的养猪场 经过发酵后的猪粪 是一种很好的农家肥 而老水芹田就不需要施入肥料了 为什么不需要施入肥料呢 你看这个老芹菜田 它这里面的根 筋 叶 经过腐烂以后 长期留在这个田里 它的腐质值就已经很高了 就已经是肥料了 对 另外加上我们这个流动的水 不断地补充这个矿物质 它的营养 整个芹菜田的营养已经很高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施入肥料了 几年的水芹菜田就不用施肥料 两至三年就可以了 两三年就可以了 对对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水芹田可以无限期的种植下去 田地里面积累的有机质也越来越高 水芹菜的品质自然就会更好 田地里面出现的一种 腐植质含量很高的泥土 被当地人们称为香灰泥 这种土壤很肥沃 有机质含量高 里面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水芹菜的品质 这种土壤还有一个特点 按当地的话说就是夏田泥不挡脚 起田泥不粘腿 因此老水芹田更容易操作方便收割 收割下来的水芹菜在上市销售之前 还要经过当地制检部门的抽检 合格后才能流通到市场 为了让我们品尝到地道的做法 胡惠带着记者来到了当地一个农户家 找到了黄阿姨 黄阿姨烧的一手的好菜 在当地是出了名的 水芹菜素炒能够尝到其原始的味道 清香脆甜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做法 同时在当地还流行着一种菜 喜菜 逢年过节 荤丧嫁去都少不了它 喜菜原材料很简单 就是水芹菜 胡萝卜和细粉条 要想炒出诱人的香气 柴火和大铁锅是必不可少的 绵延柔长的火苗 会慢慢地将水芹菜里面的香气激发出来 十几分钟过后 一顿香甜可口的饭菜就做好了 这个就叫喜菜 喜菜 这为什么叫喜菜呀 你要见老婆的时候 必须吃一道菜 我要娶媳妇的时候 要吃一道菜 就必须要吃一道菜 必须要吃一道 就来同城的话就必须要吃 喜菜 它是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 还有这个婚嫁的时候 喜菜的时候 我们同城这个宴席上 必须要少的一道煮菜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红色的 是不是红红火火的 感觉就特别喜庆是吗 那这个蝉蝉的 这个粉色蝉蝉的 蝉蝉叫蝉蝉九九 这个叫万年蝉 万年蝉 对 清净的 然后吃起来 脆脆的 脆脆的就是脆脆平啊 我们叫脆脆平啊 那这个鱼蝉还挺喜庆的 对 这饱含鱼蝉的喜菜 吃的是一种喜庆 一种团圆热闹 在同城 无论大大小小的宴席 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健康的做法 香甜的味道 从中能够感受到 同城人的热情 感受喜悦 品尝美食 欣赏美景 在同城行走 您收获的不只是外出经历 更多的是人文关怀 会让您感觉到 不需此行 其实在我国的广袤乡村 像同城这样的地方 还有很多 您可以自己发现 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后 整装出发 只要您愿意 我们从农田到餐桌 会一直陪伴着您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农王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陪伴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